嗨,大家好,我是影子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一下 《思路的方舟960 Abyssal Dungeon》周副本的第三關打法 剛開始呢,伊王有分成兩隊 第一隊我們即將會打的BOSS是鯊魚 然後第二隊打的BOSS是一隻水母怪 其實兩隻的打法非常的接近 這邊要注意的就是鯊魚怪他會放出一些黃色範圍的攻擊 那一樣就是如果被打中的話會消耗你大量的氧氣 那剛好在這個場地呢 氧氣的數量也是非常少 你的泡泡跟水草的數量都是非常少的 有時候這個泡泡還會時不時的消失 那唯一的機制呢 就是場地上會出現非常多黑色的球 在小地圖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所有黑色的球 如果你一攻擊他的話呢 就會把所有玩家的螢幕變成非常黑 這時候呢,你就找不到一顆我們唯一要找的金色球 那找到金色球的那一個人呢 把金色球打爆之後就會出現一個金色的範圍 像這邊 然後其他的玩家全部都要走進這個金色的範圍內 才不會受到傷害 如果沒有進去的話就會像我這邊一樣 直接死掉 所以如果不小心打到黑球的話 會讓全隊的人非常難找到金球 那找到金球的那一個人呢 把金球打爆之後呢 也要聘一下你自己的位置 或者是走到場地中央 讓大家去找你 那水母的那個隊伍一樣也會有這個機制 而且水母的那個隊伍呢 如果你拿到金球的話呢 要直接走到場地的正中央 因為會有一個傳送門 然後他就會把水母怪跟整個第二隊呢 傳送到鯊魚的這個場地當中 所以兩組人最後會聚到一起 那聚在一起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就是先把水母怪殺掉 因為這隻鯊魚的技能比較難躲 攻擊範圍也比較大 所以先把水母殺掉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慢慢來躲這隻鯊魚的攻擊了 那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機制啦 這兩隻boss其實非常的像 兩隻boss會秒殺人的地方 都是剛剛黑球加金球的機制 所以就是記得看到黑球的時候 不要打黑球 然後去找金球打 那要注意自己的氧氣 你盡量不要中王的黃色攻擊 就這樣 其實這兩隻王也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水母的那一隻王 就是要進入中間的傳送門 就會傳到跟鯊魚這一隊同樣的場地中 兩隊就可以一起攻擊 這傷害我再給點 我還比孤軍多一個加攻擊力的boss 然後別告訴我MVP這樣是你 應該不會 你奶媽就搶MVP了 有臉 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 奶媽想MVP是首先你得 我要去拿氧氣的 我什麼又空大 我什麼又空大 快去找金球 他們還沒來戰機 誰 這這這這 好 在哪裡 誰給我搞的我看不見了 可是我們打的殺魚為什麼會有金球啊 有啊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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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來中間 中間中間 OKOK到了 誰不對在下面 對下面 下面 這這這 就是我們殺太高 所以說 別移動 別移動 哎呦 他死了 他死了 等一聲 出去啊 輸出出出出出 能打能打 T3都還活著哪能打 我以為會在過這邊是看誰輸出光 不是咱們會先打水母啊 咱們會先打水母啊 還是輸出問題 之前打水母啊 來來來我聽不到 沒事沒事我還活著哪 沒事沒事我還活著哪 沒事沒事沒事 我死了那沒事了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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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貝火熊群給坑了 三個人 是啥呀 這怎麼還有stack track呀 水母又滿了 哦沒有沒有嚇死了 還有D3 我們還有D3 哈哈 不是這怎麼又一個水母呀 他是分身的一下 他做了一個分身 沒事沒事他想死了 剛剛講的沒水母了 那個補加條 我們還有兩個T3 喂DV的不下條DV的 你沒想啊 我幫你盯著點影 真的 我們幫Missa盯著點影 Missa的輸出就好了 幫你盯著點影 找金球 找金球 哪還有金球啊為啥 打到了這麼快 別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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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動 這玩兒反正你輸出也沒多少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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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如 有三個T3的還是比較穩 不對啊 剛才椅子是怎麼死的呀 那個我是被 我就說推後去了 然後被碰到C死 S1吃個癢 S1 這個癢吃的可真心累 我們都開始無視癢了現在 你沒發現吧 DV稍微還是吃一下吧 因為他有時候降癢 挺難受 畢竟現在沒奶媽了 他們咋都是輸出沒有奶媽 有奶媽的話扛一下還可以 他沒有水草 玉米你也吵 玉米你也吵 你再挨一下 你也活 你再吵一下也活 沒事穩一點 他說我一個元氣彈 元氣彈 好 好 接下來進入二王 這隻王 我建議大家是一進場之後大家就散開 然後大家會看到在場地上總共有四根柱子 等一下王呢 會在我方角色身上套上大圈圈或小圈圈 如果你身上有大圈圈的話呢 你範圍內不可以有其他的隊友 因為你會把其他隊友彈飛 會炸飛 那如果你身上有小圈圈的話呢 就請你跟柱子重疊 像我這個情況 我就要走到柱子上 王就會攻擊我 順便把柱子打掉 如果沒有把柱子打掉的話呢 就會全體滅團 所以如果你有大圈的話呢 絕對不要靠近柱子 因為你可能會有其他的隊友想要把那個小柱子炸掉 那如果你大圈有靠近柱子的話 會把那個有小圈圈的隊友彈走 所以這個BOSS就是這個機制而已 沒有其他的機制了 其他的攻擊都非常的好 閃躲也不痛 那照理來說 四根柱子都是要打掉的 但是如果有時候 有玩家攻擊力太高的時候 就會變成我們可能只走了兩次機制 打了兩個柱子之後王就死掉了 是有這種情況 像這邊才觸發第三次機制 然後王就已經死了 就因為我們攻擊力還蠻高的 好啦這就是第二隻王 其實也挺簡單 第三隻王就真的是難了 分散分散 分散分散 好險喔這機制就發卡 疼 痛 XQ 快 我可怕被人家跟突軍戰一團 欸是我也 疼死去 欸沒圈欸 我沒圈欸 我差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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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喔 沒辦法 你是不是加入太加太晚了是不是 你也完了給你 有啊有上分 我現在三隊是給他回血啊 我是為了那啥 你看 我回上了 好像他不可以吃血藥 這麼多一圈就吃血藥 我回比較慢 欸咋 這麼一樣 就像提示盾結束的時候會回血 對對對 對 給他回點血 他T3也沒那麼 他好像就頂多破兩個路的 那傷害高好像有破兩個路的 恩 傷害有點高 我是我 我要死了 盾啊 盾啊小骷髏盾 你在打 沒有盾 沒有盾 沒有盾啊 你死就死了 沒事 你只要倒數就死了 你死就死了 你的盾開掉了 你的傷害不值錢 你的傷害不值錢 小號沒人權 其實我就看不到他的那個 看不到他的嘲諷表示 我是 我們都是被戴的 閒閒閒閒閒閒大圈 誰小圈 誰小圈 我都跟圈都沒 我那圈都沒 他都快死了 他都快死了 好這邊我們直接進入到第三隻王 那通常呢 玩家都會在這邊直接按重新開始 因為要站位 所以如果你跟野團打的話呢 這時候就會有人按重新開始 你不要覺得驚訝 因為他們就只是要排好隊伍 要各自分配各自站哪個位置 好 重新開始之後呢 我們就要在這個圈圈這邊站位置 首先呢 6點鐘的方向要站兩個人 9點站一個 3點鐘站一個 10點半站一個 12點站一個 然後1點半的地方也站一個 然後還有一個人要站中間 中間那一個是隨機的 他就是會出現在中間的範圍 但是是隨機的一個點 他不會離中間太遠 所以分配好站位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戰鬥啦 好 這邊呢 剛進入戰鬥的時候 王有時候會用戳的攻擊 像這個戳一下 非常的痛 那盡量不要被這條打到 我剛剛這個是錯誤示範 好 再來這邊看到我被王攻擊到之後呢 我身上有一個很大範圍的冰圈 那當我有這個冰圈的時候 我要趕快離開隊友 因為他在過幾秒鐘之後會爆炸 並且讓隊友冰凍住 好 這邊王寫在28條的時候 他會跑到場地正中央 這時候呢 我們要趕快把他的盾打破 所以要Stagger check 大家盡量帶風的炸彈 或者是用Stagger很高的技能 打破之後呢 要趕快清旁邊的球 這邊呢 主要清小金球 小金球絕對不要讓他跑到王的範圍裡面 那如果你有多的技能 小金球都清完的話呢 可以順便打一下大的金球 大的金球會比較難打 但是如果你有成功的話呢 大的金球會掉到地上 那我們自己在打的時候呢 我們是直接把小金球清完 就不理大的金球 如果有一兩顆金球跑到王的範圍內 還是可以過了 但是大概三顆都進去的話呢 就會直接滅團 好 再來下一個機制呢 就是王有時候會放一顆球 然後旁邊會有非常大的冰圈 就是這個時候 那我們要做的呢 就是看到這種發亮的球 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就要瞬移過去把他這顆球吃掉 吃掉的時候呢 那個超大範圍的冰圈就會消失 這樣不會所有人都被冰凍 那我們用空白鍵 瞬移過去吃的時候呢 還剛好免疫冰凍狀態 如果你直接走過去吃的話呢 你就會被冰凍 所以預防萬一最好還是 就是暗空白鍵過去吃會比較安全 因為有時候你剛好被冰凍住 然後王剛好放那個秒殺機制的時候 就很容易滅團 好 這邊就是剛剛站位的部分啦 王呢 把他的長矛向兩邊丟出去旋轉的時候呢 他就是要放這個秒殺機制的 那就在我們剛剛站位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光圈 站在光圈裡就可以安全的通過 好 這邊呢 王在寫12條的時候呢 又會出現一次Stagger check 所以一樣就是把王的盾打爆 然後開始親旁邊的球 這個親旁邊的球呢 大家也要講好大概每一個人的位置要站哪裡 既然我的光圈是站6點鐘的位置 那我這邊就順便就直接打下面 就跟大家講好就可以了 接下來要注意的就是如果有隊友被石化的話要趕快把隊友的石化解掉 因為如果沒有解掉隊友的石化的話 王就會放一個很痛的招式去戳那個被石化的隊友 通常都是一招秒殺 除非你裝等夠高 被打才會減半血而已 我們現在五六個人破盾的效果 已經有毒君一個人空 對法師 嚴格多了 說了點啊 哎呀 毒君破盾的技能他都是秒發 他不像法師 他就毒踩 哇 你直接破盾 也沒有那個擊殺 我也沒有那個擊殺 對紅毒君 破那個獸獸盾 破半天破不開他 對阿 我覺得好煩打海神阿 他媽的我技能老歐蠻 對 你嘲諷 疊疊你的那個啥 疊疊你的盾 29囉 28了 蘆蠻神掌 什麼鬼 原來神掌 你們會不會發現有時候炸彈好使用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哎 左邊為啥沒有那個紅色的那個啥了 因為我剛剛隨手扔了一個火牆板 哦 哎哎哎 快點進了 快點進了 哎 紅色這個出來了 剛才為啥沒出來啊 我隨手扔了一個火牆 沒讓黃球進來 沒讓黃球進來 哦 黃球只要不見了就沒有那個 那個 無垢的那個牆什麼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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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下面也扔了一個電球 直接打到兩顆 哎 氣氛 啊 這麼有意思的嗎 大哥 你別動啊大哥 大哥 給點面子 哎 漂亮 我吃 有影子在喔 我都不用管這個 哈哈哈哈 影子一定會自己 影子一定會自己 直接飛過去 我吃 好吃 欸 我被失望了 救命 我吃 我吃了 不用說 你被吃什麼嗎 你被你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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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他如來神仗 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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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遠的 我遠的 戰圈了嗎 我操 這麼近的一個嗎 對呀 特別近在 你好 朋友 在穿一個皮革進去 我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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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尷尬 全面冰箱 我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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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害的 我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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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要幫手 上面 那我去上面 有個下面一個人可以 我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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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間看著 我在中間看著 拿去套牌 我就立刻過去 沒有 並不需要幫忙 走 transport 這邊 開 純 燃 敵 炙 eries 業務 業務 能力不太喜歡 等一下 欸 好快 兩邊可以 給大家 一個人是個貪 你看到 你怎麼一小時 你剛剛打到什麼 你幾分鐘 這保 正好一小時 好啦 以上就是 960周副本的第三關打法 這個菠菜盾老實說難度也蠻難的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通過啦 好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如果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 分享 訂閱並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